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种存储隐形 也就是Active存储隐形一些特点 Active存储隐形呢会缓从所有的写 并且利用ZLabor呢对插入的行进行压缩 所以Active存储隐形呢比MySum存储隐形的表呢 更加节约磁盘IO 对于同样数档级的数据 Active呢比MySum和InnoDB呢更加节约存储空间 一个几期的InnoDB表呢 如果把其中的数据存储到Active存储隐形中呢 可能只需要几百兆的存储空间就可以了 Active存储隐形的表呢数据文件呢是以ARZ为后缀的一个文件 另外呢和其他存储隐形一样 Active存储隐形呢也存在一个以FRM为后缀的文件 用于存储这种表的结构信息 这就是Active存储隐形在文件系统中存储的一些特点 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存储隐形上的功能上呢有哪些特点 首先和MySum和InnoDB存储隐形 以及其他存储隐形最大的不同点呢在于 Active存储隐形呢只支持Insert和Slate的操作 Active存储隐形呢支持航级锁和专用的缓冲区 所以呢可以实现高并化的插入 这种存储隐形呢在某些方面呢模仿了事物存储隐形的一些特点 但是Active本身呢并不是一种事物型的存储隐形 这种存储隐形的第二个特点呢是 只支持在自增ID链上建立一个索引 而无法在其他链上建立索引 下面呢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演示系统中 来看一下这个Active存储隐形的一些具体的表现 首先呢我们切换到我们的这个演示系统中 同样呢我们还是要建立一个Active表 那么我们的表名呢就以MyActive呢来命名吧 首先这个表中呢首先我们要加入一列ID列 这个ID列呢应该是具有自增属性的 因为我们前面说到了 它是可以在自增列上来建立索引的 所以呢我们来验证这一点 另外呢还有一个C1列 它是一个Warchar类的列 还有一个C2列 这个列呢是一个X列的列 同时呢我们要指定它的这个索引是ID 并且呢我们使用的是Active存储隐形 好这时候呢我们就完成了表的这个建立工作 这里呢我们有两点需要注意 呃其实刚才你说过吧 第一点就是我们建立的一个ID列 这些列呢具有自增属性的 而在MySQL的可议句中呢 凡是这种自增属性的列呢都是要求是在缩引中的 所以呢我们在建表同时呢指定了我们的这个缩引 另外呢就是说这种存储隐形呢是Active存储隐形 我们使用injure这个存储呢已经指定了这个存储隐形的类型 建立好这个表之后呢我们可以先到文件系统中来看一下这个表呢是如何存储的 我们可以看到所有以MyActive为开头的文件呢有哪些呢 一共就有两个这跟刚才我们的这个说法呢是一样的 首先一个是以ARZ为后续的这个文件呢就是一个呃这个存储隐形的来用于存储数据的一个文件 除了ARZ文件呢另一个文件呢就是FRM文件 这个文件呢我们之前已经说了很多次了就是MySQL服务器层呢用于存储表结构的一个文件 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Active存储隐形功能上的一些特点 首先呢我们先在这个表中呢插入一些数据 然后看是否可以对这些数据呢进行呃更新操作和删除操作 首先呢我们来随便插入一些数据吧 它就是C1 C2两列 首先这个数据是随便写就好了 好大家可以看到呢现在我们已经对这个表中插入了两列数据 那么我们对这个数据来进行一下删除操作 看看是否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删除这张表中的一列数据时呢 它返回了一个1031的错误 说明这个表呢是不支持这种操作的 同样呢更新操作呢我们也要试一下 同样呢也会返回相同的错误 这就呢验证了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存重引擎的一个功能上的特点 是只支持隐色的跟死类的操作 而对于更新和闪充操作呢 它是不支持的 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看它的这个功能上的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只支持在自尊ID列上建立锁引 同样呢那我们就在非自尊ID列上建立一个锁引来试一试呗 对吧 这样同样也返回了1069的错误 所以说明呢 这种存重引擎呢是无法在非自尊ID列上建立锁引的 这里呢我已经通过以上对Active存重引擎的这种功能特点的分析和演示呢 我们可以再来看它的适用的一些场景 我们可以知道Active存重引擎呢 是无法在这种OLTP类的应用中所使用的 因为它不支持对数据的修改 而我们OLTP中呢一定会对数据进行修改的 但是呢对于一些数据仓位的应用呢 或者一些特殊的表呢还是很有用的 比如说记录日志类的表或者数据采集类的表 这种表呢由于它就会要存储大量的数据 所以呢就比较适合使用Active存重引擎 因为Active存重引擎呢在所有存重引擎中呢 相对来说它的存储空间的账用是最小的 但是呢还是要注意 即使是在这种日志采集和数据的应用中呢 Active存重引擎呢也是无法进行对数据的删除更新的 所以呢如果在记录日志或者说是数据采集类的应用中 我们同样要对数据进行修改的话 可能也无法使用Active存重引擎 British Media Best Best